整個這一個八月份 特別是在臺灣農曆進入鬼月之後 月中果然喔 鬼月天天跌 感覺這個臺股的盤 從技術現行來看 有點摁頭鬼故事 是沒有錯 這整個市場趨勢上還是在持續往下 那其實最主要的關鍵 還是我這兩天提到的 其實就是因為明天期貨要結算 目前外資還是大步空單 兩萬七千多口 所以很有可能明天還要再跌一天之後 才比較有機會反彈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大盤又跌了 將近兩百點 跌了一百九十七點 收盤收在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一點 而且成交量今天跌破三千億了 只剩兩千九百五十六億 是三月十五號以來的新低 那今天外資在大盤的部分 也是持續在賣超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市場 整個就要告訴你說外資就是持續 這一波就是空到底 空到明天期貨結算為止 好 連九天砍了將近一千點了 是 所以說不只是這個砍在大盤 我們看到貴買的部分 我們剛說大盤連跌九天 貴買看起來沒有跌那麼多 是連跌三天 但是八個交易日也跌了七天 不過跌幅其實比大盤更多 如果我們從八月份以來來算 大盤其實只跌了三點四趴 但是貴買已經跌了七點五趴之多 跌幅比大盤還要高了一倍以上 那比較關鍵的極檔股票 我們先看到台積電的部分 今天是跌四塊錢 收在五百八十塊錢 算是相對有比較穩盤 那鴻海的部分 今天也只小跌一塊錢 收在一零六點五 那今天還有一個族群 就比較重傷害了 就是晶圓相關的個股 我們看到中美金 今天大跌的六點五元 跌幅來到三點七七趴 那合金的部分也跌了三點二元 跌幅也是超過五趴 環球金更大跌了四十塊錢 跌幅也是超過五趴 另外還有漢磊 今天跌幅更超過八趴以上 再看到面板的友達 今天是比較穩定一點 是只跌零點零五元 小跌零點二五趴 好那我們還是在看到 這個聯亞的問題 聯亞我們都知道 他現在已經被 已經在這個EAU的部分 已經被拒絕了 但是他還是有點不服氣 要提出申訴 那他們的理由其實有三點 第一點他認為說 現在食藥署都還在比用 這個原始病毒株的部分的效價來看 但是他們認為他們的重點 其實在Delta病毒的部分 那他們提到 我今天我們的聯亞的藥用在 不管是Delta病毒株 還是原始病毒株 基本上這個綜合抗體 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說其他的 已經上市的疫苗 其實只要遇到Delta病毒株 這個綜合抗體 都是在往下掉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剛剛提到的 他的重點 其實在Delta病毒株 但是我們看到了 其實食藥署 好像沒有特別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他也覺得很不服氣 那第三點 他就是說這個免疫橋接的部分 他認為應該要多看幾個項目 來做比較 不能只有少數幾個 譬如說包含的長期的 綜合性抗體的效價 然後再來還要考慮到T細胞的免疫 跟長期免疫的問題 所以他現在他們要再提出申訴 好 那其實一個案外案 就是這個台塑生衣非常神奇的 昨天在盤中又再一次的賣股票 那過去我們也講過這個台塑生衣 其實是聯亞藥的大股東 那過去連續的賣股 加上昨天一共賣了五次 一共套現了十八億左右 尤其昨天他還可以賣在相對高價的 一百八十七點二元 大家知道昨天的聯亞藥收盤 只收在一百一十七點五 所以外界會懷疑大股東是不是 事先知道結果 大股東有沒有這一個把腿先跑 先開掉 確實是有這個問題 尤其是昨天你可以提前賣在相對高價 那這確實是令人懷疑的 所以我們看到聯亞藥 從六月二三號掛牌價三十塊錢以來 一度突破三百塊 也就是漲了十倍 那到昨天最低是一百塊錢 收盤是收盤一百一十七塊錢 尤其大家看到 我們這個圖表是昨天的走勢 他就是在兩點的時候 一宣布沒有過 就整個掉下來了 可是我個人比較懷疑的是 為什麼昨天高端可以開高走高 而且在一點十五分就漲停鎖死 那合理懷疑高端也有人事先知道這件事情了 好 那我們再看到這個東洋的問題 那東洋現在呢 當然現在直接疫苗跟他沒關係 但是漸漸還是有關係 就是他有在包高端做沖田的部分 好 那大家現在很想要了解高端 到底出貨情況是怎麼樣嘛 所以想說你東洋幫忙沖田 應該可以知道一些訊息吧 可是東洋口風很緊 他就說哎呀反正就照合約走嘛 他下單多少給我們就 我們就做多少嘛 那再來呢 那到底你可以賺多少錢 那東洋也表示說哎呀沒有 基於社會責任 我們這個價格壓得很低 而且占我們整體的業務比重很低很低 毛利率也很低 所以我們在這塊其實賺不到什麼錢的 那當然東洋還是在於他們自己原本的本業 尤其是國內市場的部分 他們預估今年還是會有5到10%的成長空間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東洋的股價也算相對抗跌 只跌了小跌了兩毛錢 跌幅只有0.25% 另外我們再看到很重要的聯電 哇 聯電11月又要再次漲價了 而且這次漲價是根據不同的產品 有不同的漲幅 驅動IC的部分要漲10到15% 消費性IC漲少一點5到10% 特殊高壓製程的基本上漲幅是10%起跳 所以預估第三季有可能再激增1到2% 那價格平均要再漲6% 有機會在第三季的營收再創新高 那已經公佈的七月份 哇 嚇嚇叫 整個七月再創新高 月增5.98% 年增也有18%之多 那整個第二季也營收也都是再創新高 不過今天的聯電的股價還是相對比較弱 還是跌了一塊錢 跌幅來到1.75% 另外還有一個業績強強棍的就是中鋼 我們看到中鋼 整個七月份 稅前盡利高達90.84億 意味著一天開門就賺3億 真的出口談 所以整個七月份月增是9% 年增高達1177% 也就是11倍多 哇 所以中鋼認為整個 今年以來的整個營收有機會持續成長 因為最主要就是不只營收成長 價格也在往上調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中鋼的營收情況 但是今天中鋼股價並沒有因為他的好業績 有比較好的表現 還跌了1.4元 跌幅高達3.7% 看完了這些業績都不錯的 還是要看一些不好的 我們看到寒舍 國內的這個指標飯店 因為寒舍最近裁員裁了八十個人 而且大股東李士聰賣股退場 原本李士聰他是前五大的股東 結果這一次原本是第九大股東 結果這一次的股東名冊裡面發現 他已經沒有在前十大 他原本的持股大概有一千九百張 那整個寒舍的營收當然不好 我們看到去年已經刪跌了三十七% 虧了三點五億 結果今年第二季疫情再次爆發 整個第二季他只營收了四億多 虧損了二點六億 我們剛剛說去年全年是虧三點五億 今年光第二季就虧二點六億 而且整個上半年 每股至少虧三塊錢 難怪大股東要落跑 所以但是我們看到 明明告訴你營收不好 結果寒舍今天的股價 那居然是持平的而已 好我們稍後回來